和沈玉商业联姻第四年 我流产住院 可她全程置身世外 每天陪在刚回国的初恋身边 我彻底对她死心 从此婚姻摆烂 她带着初恋出席宴会 不顾我的感受 当众拥抱 接吻 我就带着暧昧对象 初双入队 频上热搜 抢她的合作 断她的资源 她红着眼 把我手里的离婚协议 撕得粉碎 凉碎 你该闹够了吧 离婚 你舍得吗 凉碎 你的舞蹈事业 不是比你的命还重要吗 你肯舍得为我生孩子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我现在很忙 没时间陪你开玩笑 寂静的产科诊室内 我再次放下手里 被无情挂断的手机 紧握着拳头 静坐在看诊椅上 医生说 她儿的情况很不好 需要住院 务必让孩子的父亲来一趟 可是打去的电话 被她当成我 为了催她回国 故意编造的一场谎言 她竟以为 我会无聊到 拿一个孩子来骗她 我按着自己 泛晕的太阳穴 强咽下心头的怒气 拿起桌上的住院单 我对医生说 没关系 就是住院而已 我一个人也可以的 在女医生复杂的眼神里 我慢悠悠走出诊室 我寻思着 如果她不来 那我又还可以打给谁 才不至于太麻烦 一个护士却拿着张检查单 突然推门闯了进来 医生看了看单子 瞬间一脸凝重 她冲着我摇摇欲坠的背影大喊 马上拦住她 送手术室 我全身如血液凝固 浑身发出 僵硬在原地 我没想到 我以为只是被她气晕了头而已 却被告知 此刻胎儿不保 我也面临生命危险 躺在飞速滑行的担架床上 我颤抖着双手 望着头顶模糊变动的天花板 给沈玉打电话 冰冷的提示音 却一遍遍提醒我 她已关机 那一刻 我在满腔慌乱和恐惧中 对她彻底绝望 我摸着床上 被鲜血染湿的床单 咬紧牙关 我清晰地感知到 全身的力气 顺着那些血液 正一点一点流失地干净 还未进到手术室 眼前一黑 我彻底晕了过去 沈玉终于舍得从国外回来了 她胡子拉插手在我病房外 一副对妻子 无限宠溺的深情模样 岁岁 开门 让我进去看看 你好不好 你现在一个人这样 我很担心你 我看着手机里 她和她初恋沉静诗的亲密合照 国际芭蕾舞颁奖礼现场 她一身白色抹胸白纱裙 手拿奖杯 静静贴靠在她身边 在她微笑转头瞬间 她一脸甜蜜 侧头亲吻在她嘴角 两人眉眼间情愫暗涌 聚光灯将她眼里一闪而过的浓情蜜意 定格下来 原来她挂断我手机 关机对我视而不见 是因为她在忙着陪她 沈玉 你给我滚远点 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我打开门 将她母亲王叔带来的中药 一并泼在了沈玉脸上 我看到她脸上的神色变了又变 最后她一脸无奈 拽紧我的手 闯进门内 她将我一把打横抱起 抱到了病床上 碎碎 气撒够了吧 别闹了好不好 我接到你流产的消息 一夜没睡 丢下工作就赶回来了 孩子没了 我知道你伤心 你气我打我都好 别和自己身体过意不去 孩子我们以后还会有的 沈玉一脸疲惫 头搭了在我肩膀上 我握紧拳头 伸手将她猛推下去 她狼狈跌在地上 我的伤口一阵刺痛 我忍痛看着她 我说 沈玉 孩子我们不可能再有了 你养在家里的哈巴狗 都知道 每天查监控看一眼 我昨天那么求着你回来一趟 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我 我肚子里的孩子 连你家的狗都不如 你以为他稀罕被生下来 不过是你们家无福消瘦而已 沈玉红着眼 静静站在我床前 她机遇开口 最后看到我失控怒骂 颇为猙獰的脸 静默在一边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泼妇 而她从始至终 像个平静的看客一样 只等着我先发泄情绪 岁岁 我真的没想过你会有孩子 我以为你一直在服用避孕药 你那么爱跳舞 怎么会那天 她最后只垂下双手 吐出一句无奈的辩解 然后她接到了沈静诗的电话 电话里的人语气有些焦急 她朝我扔下一句话就走 我们彼此都先冷静一下吧 你现在这样 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听 不会信 我看着她 翻涌的情绪 一点一点冰冷下去 我不再争吵 淡淡朝她背影丢下一句 沈玉 我要离婚 她脚下一顿 朝我回头 我看到她指尖紧握 可说出的话 却满是不屑 字字刺耳 两岁 你知道自己多可笑吗 四年了 当年我替你爸妈 接下你家那个烂摊子 赔了多少钱 付出了多少心血 我娶你 护你 让你爸妈入土为安 你的良心都喂了狗了吗 总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你站了 现在你不开心了 拍拍屁股就走了吧 沈玉走后 我因为出血 再次被推进了手术室 她被医生叫回来签字时 身后跟着拖着行李箱的沉浸师 你不知道 她现在身边不能离人吗 有什么事 比自己妻子的命还重要 在手术室外等签字 等了半小时的护士 有些气急败坏地 看了沈玉和她身后的人 连护士都看得出她 和她初恋之间的关系不轨 她是怎么可以做到这样明目张胆 把初恋带到老婆的手术室前 不知廉耻 毫无顾忌的 术后 我为了自己的身体 不再和沈玉争吵 她放下了工作 一直守在我病房 给我端饭送水 每天事无巨细地伺候着 我不想和自己虚弱的身体过意不去 自然使唤着她的好丈夫人设 也是在那几天 我得知陈静诗是她请回来的 现在是他们公司的品牌代言人 碎碎 网上那张亲吻照 只是媒体捕风捉影而已 你知道的 在国外那种贴面文 只是一种礼仪 我嘲讽着看了她一眼 享受她蹲在床脚的按摩 沈玉继续给自己找托词 我和她互利共赢而已 流量时代 网上舆论吵得越火热 背后受益的 无非还是资本家 碎碎 别忘了 我挣的钱有一半也属于你 我们没必要为了莫须有的绯闻 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和利益 是不是 我看着眼前这个唯利仕途 运筹帷幄的资本家 我突然想不起 我当年是为了什么爱上她 一个已婚人士 拿自己的初恋做代言人 吵CP 你不怕有朝一日 你们遭流量反噬吗 沈玉无视我的冷嘲热讽 碎碎 我说过我和她早没关系了 现在只是合作关系 再说 她做代言人 是公司品牌运营精心策划后 给出的决定 她可真会给自己找借口 堂堂公司总裁 拿底下办事的人 给自己做挡箭牌 也不觉得心虚 我管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我已经不在乎了 沈玉 你就等着我的离婚协议吧 身体痒得差不多了 我打算出院 我踢开了沈玉按摩的手 沈玉蹲在地上 听了我的话 僵硬半嗓 垮了脸 梁碎 你一直在这儿等着我是吗 这一月以来 我把你捧在手心哄着 供着 生怕你又不高兴提离婚 我以为我的态度已经够新诚 够明显了吧 孩子的问题 我也有错 我错了好不好 我向你道歉 别再闹了 我挣脱沈玉的手 我看着她眼底的不耐烦 冷冷开口 孩子也是你的 你的孩子没了 这一个月 你对我的照顾 不都是应该的吗 沈大老板 要是觉得这 一个月近的这点责任 委屈了自己 觉得屈尊降贵了 浪费了您挣钱的时间 那好说 趁早认清你 和我之间的问题 离了婚 就和你的初恋 合作共赢去吧 她以为我每天住在医院 就不知道她和陈静诗的事吗 她把城南的闲置别墅 让给了回国无家可归的她 她带凌晨收工的她回家 给她亲自下厨做饭 她因为拍摄片场 有人冲撞了她初恋 当下开除了公司五年的元老员工 只为替她出气 沈玉 我不可能蠢到 一直丢失尊严 傻傻在这段婚姻里守着你 商业联姻 我早该明白的 我也不过是你 立场里的一枚棋子而已 四年前 就当我昏了头才嫁给你 今天这一切 我认栽 我头也不回 从她身边走过 沈玉冲出医院 追上我时 我已经上了苏盛的车 她拉住车门 岁岁 我们虽然是商业联姻 但我早就认定 你是我的妻子了 别走 可真是稀奇 原来她知道 我是她的妻子啊 我还以为 我是她立好丈夫人设的 工具人而已 我锁上车门 让苏盛开车 苏盛凝眉望了沈玉一眼 轰上油门 车子一下子窜了出去 身后是她忧怨的声音 岁岁 你那么急着离开我 不就是因为她吗 你早就给自己 想好退路了 是不是 苏盛是我们 舞蹈公司的执行董事 也是我父母 一手栽培的人 当初我一直以为 她是我们公司的创办人 是我的顶头上司 父母去世后 我才知道 那家公司的最终受益人 其实是我 四年前 父母的公司 因为底下管理不当 很多业务触犯了红线 父母在全国各地的产业 纷纷受牵连 短短半年 经营几十年的心血 惨遭瓦解 而就算是他们最无助 最窘迫时 他们也为我计划深远 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当然 这其中也包括和沈氏联姻 父母知道 我喜欢沈玉 再加上我的父亲和沈父 早年一起下海做生意 是生死之交 我家那堆烂摊子 最后在沈家的搭救下 才免于各种官司制裁 而在我和沈玉的联姻下 沈家接管了我家遗留的产业根基 虽说那些产业 基本都残败不堪 但父母几十年的心血 终究再衰败 也不是毫无价值 在我家的基底上 沈氏很快扩展了 全国乃至国外的商业版图 成为海市首富 父母当年四处奔走 官司缠身 被催债得走投无路 我对沈家心存过感激 但现在来看 资本家哪会有人 做亏本的买卖 沈家是救命恩人 但同时也是最精明的商人 所以沈玉那句 什么好处都让我占了 我一点也不认同 苏胜 后天的全国独舞大赛 我要参加 不行 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再跳舞 等你养好了身体再说 我向苏胜提出了参赛的提议 被他言辞拒绝 爸妈去世后 我就很久没跳舞了 再加上后来备孕 怀孕 我近大半年 没有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 网上有人造谣 我帮了个大富豪 早已结婚生子 已隐退舞蹈圈 更有人宣言 我苦心多年 在国内赢得的舞蹈地位和荣誉 会被刚回国的陈静诗代替 苏胜 我不是因为他们赌气参赛 我只是不想 连我最引以为傲的舞蹈生涯 都毁在他们手上 我说 苏胜看着我 眉头紧皱 最后无奈妥协 好 我来安排 但你最近一定要按时吃饭休息 控制训练时间 比赛当天 场馆外立着一张很大的广告宣传海报 最大的投资商沈玉 还有他公司的品牌代言人陈静诗 两人玩手亲密合照 照片里 沈玉一袭黑色高定西装 陈静诗穿着白色漏肩脱地长裙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他和他的婚礼迎宾照 这次比赛的主题 由关键词追忆和试组成 旨在用舞蹈艺术的方式 诠释对试去生命的缅怀思念 对生命中挚爱情感的艺术传达 我将这支舞献给了我已逝的父母 我想起了一部电影Coco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 遗忘才是 我在有缓变快的高潮旋律里 舒展着身体 动作有缓变急 情绪健身 传递着我内心久久的思念 那一刻 我脑海里全是父母对我的鼓励和祝福 我感觉自己与父母同在 几个高难度旋转跳跃动作后 我结束了这段舞蹈 可是 是不如人愿 我还是因为身体伤口的疼痛 在最后 那一秒的落地动作时 脚下失了点节拍 我颇为遗憾地退场 等待下一位舞者竞赛 苏胜将外套裹在我身上时 我看到了坐在评委身后的沈玉 他目光灼灼望着我 而后将视线投在舞台上的陈静诗身上 陈静诗一席红衣 选择了一首十分欢快的音乐 以活泼开朗的形象 吸引了场下不少人的目光 在几乎所有舞者用思念 用痛苦去诠释生命的脆弱和沉重时 他偏要显得与众不同 事实证明 他的舞蹈也确实因为特立独行 抓住了评委的眼球 不好意思 在我的世界里 死亡并不是什么值得恐惧的事 我觉得生命无论何时都该是坚韧而富有生命力的 该是乐观而积极的 正如我自己出身贫穷 但倔强生长一样 我对这次舞蹈的诠释 就是我对自己最好的觊觎 那天 我和陈静诗作为最后的冠亚军抉择 受尽了争议 在所有人的秉析等待里 我看到沈玉给那个评委使了个眼神 评委最终打出10分和9.9分的成绩 10分属于沉静诗 9.9分是我 0.1之差 我落败 什么吗 这也行 大赛主题他都没搞清楚 还能拿冠军 果然国外回来的就是有背景哈 场馆外的照片那么大摇大摆地挂着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背后有金主 啊 把我碎碎女神的冠军还给他 连续四年的冠军了 被哪里来的白莲花给撬走了 看他那发言 那么会装 高级绿茶香 你们闻不出来吗 不过 陈静诗确实也跳得很好啊 两岁最后都失误了 0.1分之差已经很给他面子了吧 而且 我就很喜欢陈静诗的发言啊 好喜欢他的性格呀 我的人生观和他的一样哎 搞得那么死气沉沉 干嘛我从热搜舆论里退出来 沈玉的电话 穷追不舍地打过来 我挂断 碎碎 冠军有那么重要吗 我要是纵容你继续跳舞拿冠军 你的身体怎么办 你忘了医生说的 你这几个月禁止任何运动吗 你拿命去跳舞 太任性了 在我心里 冠亚军都是一样的 你永远都是我心里的第一名 我拉黑了沈玉的微信 将他的手机号码拖入黑名单 我的身体自己再清楚不过 也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清楚 这场比赛对我的重要 其实早在20岁时 我就认识陈静诗 我们同属于一个舞团 他出身贫寒 家里有一个瞎眼的弟弟 母亲难产而死 父亲是赌成性 他的到来 一开始让舞团的伙伴都纷纷为他同情不已 他身上的坚强和韧尽 也让我曾对他刮目相看过 可是 他并没有真诚善待过舞团姐妹们 对他的善意 他觉得我们的同情是蔑视 觉得我们出生富贵 高高在上 我们对他的善意和看乞丐没什么两样 他的特立独行 让他成为一个骄傲而孤独的人 同时也让他成为一个内心自卑会暗的人 那一年 临近决赛上场 我的舞蹈服被人涂上一抹血 我在场上出尽阳相 被台上不知道哪来的小石头 狠狠刺入脚底 崴脚骨折 整整半年无缘比赛 错失了很多机会 而他那一年 从亚军到冠军 迅速展露头角 舞蹈事业蒸蒸日上 其实 我早该明白的 沈玉能喜欢上那样的女人 我根本不该对她抱任何幻想 不该去和她们染上任何瓜葛 沈玉不愿意离婚 每天却还是不避讳任何眼光 和陈静诗玩手出席各种宴会场合 趁着陈静诗独舞大赛冠军的热度 在网上捞了不少钱 我专门请了律师商定离婚事宜 有些棘手 我不得不一等再等 舞蹈事业被陈静诗压一头 而沈玉说让我在家好好休息 但却一意孤行断了我公司的合作资源 我给苏盛打电话 我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下去 凭什么他们可以厚颜无耻 不顾伦理 踩在我的头上 我却还要因为这半点的廉耻心 不敢抛头露面去争取 属于我的 我要自己主动去抢回来 苏盛静静听着 这一次他没有拒绝我 不过话里带话 我会支持你 但伤敌亦干 不能自损八百 当我穿着浅蓝及怀晚礼服 挽着苏盛 浅笑从容走进宴会大厅时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定格在了我们身上 我将一头乌发散开 懒懒垂在腰间胸前 浅蓝的柔 碎发的慵懒 再加上我本身跳舞的身段 纤细柔软我一走进场内 聚光灯全部捉在我身上 我看到沈玉身边的沉静诗 他被人群冷落后 眼底极度情绪翻涌 我心里自视畅快 苏盛带着我辗转于宴会中 我对梁岁从来都是欣赏 是支持 不涉及任何有辱斯文的男女私情 师父师母养我长大 教我做人 他们去世后 我自会代替他们 护着他 让梁岁自由从容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在人群的揣测质疑声中 将我和他的关系说清道明 撇得干净 我突然明白了 他那句话的意思 他不想我像沈玉一样 带着已婚人士的身份 不甘不敬出现在别人口中 被人造谣诟病 虽然我当年和沈玉结婚 算是隐婚 尽管如此 苏盛为了我的名誉 始终和我保持着合适的距离 人群激进喧闹后 重新将关注力 投在了宴会的主角沈玉和陈静诗身上 他和陈静诗没来演去 几杯酒下去 就谈下了后半年的合作 我丝毫不屑 在如今这个大觉醒的年代 并不是所有人都屈颜覆势 从众无脑 我和苏盛此行 最大的目标 不是那些墙头草 而是宴会上最大的文娱产业老总 宋之章女士 两岁 我记得沈玉是你的丈夫 可她身边那个女人是谁 人群角落 宋女士没有看我递出的合同 只是瞥了沈玉和陈静诗一眼 我对和宋女士的合作 心里没底 但也没任何想替沈玉遮掩的打算 我说 不瞒您说 我正在和沈玉离婚 该说的不该说的 我都点到为止 我了解过宋女士的故事 早年丈夫出轨 她毅然离婚 白手起家 是一个很有主见 思想独立的女性 宋之章眼底情绪暗了暗 看了沈静诗一眼 转头就直接打开了我的合同 匆匆几眼 果断签下了合作 她这一猛如虎的操作 看得我都一下子愣住了 我以为和她这样的金主合作 会十分麻烦 这一幕 正巧被沈静诗看到 梁岁 你能要点脸吗 都跑到沈玉面前 来抢合作了 你知道宋总是沈玉花了多大力气 专门请来的吗 沈静诗气急败坏着想过来抢我的合同 差点把我推倒 我被赶来的苏胜挡在胸前 苏胜力气很大 狠狠甩开沈静诗的手 不要脸的人 有资格和他说话 苏胜冷冷望着沈静诗 沈静诗被看得满脸通红 一时局促着想找沈玉撑腰 而沈玉和苏胜视线相撞 暗潮汹涌 没理会沈静诗 尴尬气氛里 我被宋之章女士挽住手拉到身边 我选择和谁合作 是我的自由吧 我就喜欢梁岁身上的真实干净不做作 怎么 我不选她 难道选你这个只知道搞瓷静的心机女吗 宋之章冷脸对着沈静诗 就是一通嘲讽 我没想到 像宋女士这样成熟稳重的人 也会把攻击人的话不加修饰 脱口而出 双 视听看真的很爽 一句心机女 让沈静诗脸红了一阵又一阵 在众目睽睽中 尴尬到无处可遁 连带着他身边的沈玉 也彻底丢了颜面 黑脸了下来 沈玉深深看了我一眼 转身就离开了宴会 沈静诗还在做挣扎 沈玉 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 我害怕 我看到沈玉冷眼扯开她的手 把一副资本家的做派 演绎得淋漓尽致 自己做出来的烂摊子 自己收拾 别再跟着我 那一天 沈静诗一个人被扔在宴会里 彻底颜面无存 人群议论里 她也不顾及有镜头在拍摄了 狠着心就趁我毫无防备时 朝我重重一推 我朝前猛地跌去 苏盛听到声响 回过头看到我 眼里惊慌 伸出手直接接住我 我撞进苏盛的怀里 和她一起滚落在地上 想象中的疼痛没有 但我跌落的瞬间 却抱着她 唇落在了苏盛的嘴角 我来不及反应 为什么突然苏盛的脸 一下子红成了猴子屁股 我迅速起身 在内心滚烫的愤怒中 抬手一巴掌重重甩在 陈静诗脸上 你这样永远只知道 在背后耍小聪明的心机女 永远都上不得台面 陈静诗 你蹦搭不了多久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动动手指 就可以让你一无所有 我和苏盛的那一张文照 在网络上挂了整整一周的热搜 也正是那天苏盛的互独自行为 再加上她那冷峻禁欲的脸 让她和我的CP瞬间走红网络 苏盛一板一眼发了声明 作为师父师母的养子 我会做她身后最亲的家人 永远支持她 保护她 却被网友彻底磕疯了 我不管我不管 苏盛指定暗恋我们碎碎 你们看这是爱得多深沉啊 她还一个劲儿撇清自己的关系 一点都不想连累我们碎碎 我们碎碎女神 就该和这样有担当的男人在一起 要疯了要疯了 还有没有人没看过他们吻照的呀 怎么有那么纯情的男人 吻个嘴角都能修成那样 我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钻进搞舞蹈事业的疯狂模式里 趁着流量风头 带领公司一众舞蹈姐妹 签了不少合作 还从沈玉手上 抢走了不少本属于沉静诗的资源 沈玉对此颇有意见 气急败坏找到我 碎碎 你每天和苏盛混在一起 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最近真的太纵容你了 玩开心了吗 已经两个月了 可以跟我回家了吧 当沈玉带着他母亲王叔的中药汤过来时 我将他拦在我家门外 这是我和我父母的家 从今以后他只能是个外人 不过他来得正巧 我刚好可以把离婚协议给他 属于我的 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同样 不属于我的 我一根针也不会带走 我将离婚协议扔给他 这协议是我花重金 请了很多金牌律师 一起制定好的 沈玉看着那些 我和他从此彻底划清界限的条款 指尖紧握 他朝我冷冷一笑 伸手就撕碎了手里的离婚协议 梁岁 离婚 你真舍得吗 我面无表情看着他 随便你撕 我家里还有的事 我转身去拿新的协议 却被沈玉猛然从背后抱住 碎碎 你真以为你和我能彻底清算吗 你忘了吗 你在你父母面前发过誓 你会永永远远和我在一起 沈玉嘶哑着声音 抵在我的耳边 我使劲推他 他抱得越紧 我浑身恶心难受 对他破口大骂 沈玉 你是不是有病 放开我 他到底知不知道 他身上还有沉浸湿的香水味 沈玉却不管不顾 有吻落在我的耳上 头发上 你说得对 我就是有病 你想离婚 我魂不守舍 你不顾身体去跳舞 我为你担惊受怕 你和苏胜在一起 我更是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 碎碎 不离婚好不好 我们不离婚 我不想你离开我 沈玉紧紧抱着我 声音卑微 讨好 结婚四年 我从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 可我比任何人都知道 他这样的人 向来被人追捧仰望惯了 他根本就不爱我 他只是不允许有人反抗他 脱离他掌控而已 当他把我往卧室里推时 我使劲力气推开他 一巴掌狠狠甩在他脸上 沈玉 别犯恶心了 再碰我 我就报警 沈玉看着我 眼底的情绪 一点一点熄灭 在我重新递给他离婚协议时 他将协议扔进垃圾桶 然后扯过我的手 像劫吃饭一样 把我从家里带走 碎碎 你是爱我的 对不对 我惹你生气了 我好好向你道歉 走 我带你去你父母的坟前 我对你父母启示好不好 我不会背叛你 我永远对你好 只对你一人好 沈玉真是疯了 当他把我带去父母墓前时 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他跪在我父母墓前 声音是哽咽的 爸妈 碎碎在怪我 怪我孩子流产 没及时赶回来 怪我不爱他 怪我和其他女人走得近 你们也是商人 你们能明白吗 工作和家庭 很多时候都不能平衡好 是他误会我了 我是爱碎碎的 我早就 非他不可了 你们帮我劝劝他 不要再任性了 不要再和我离婚了 好不好 我在父母墓前 静静站着 我心里一片平静 我只觉得 这说的是人话吗 这样一个人 怎么会是我的丈夫呢 他以为拿我父母打感情牌 就可以让我回心转意 可天底下有哪个父母 会眼睁睁看着自己 捧在手心的女儿受苦 他太不了解我爸妈了 我爸妈当年任他当女婿 是看重他身上 对事业的仔细慎重 责任担当 我爸妈在我们结婚前 曾问过他 真的放下对前女友的感情了吗 他说 是 我爸妈问他 真的会一辈子对我女儿好吗 不辜负不背叛 他说 会 可事实证明 承诺和誓言 不过就和狗叫一样 听听就好 我不再看跪在地上的审谕 转身就走 我说 沈玉 你真以为经历过这些事后 你还有资格跪在这吗 你想跪就跪吧 不管你跪多久 我都不可能再原谅你 我迎着夜晚的冷风 走出墓底 冰冷的夜色里 我想起爸妈相继离世的那天 她从国外很晚才赶回来 那时候 父母已经入葬 我在父母墓前 哭得已经声音沙哑 苏胜眼底通红 一直守在我身旁 她回来后 接过苏胜的位置 将我抱在怀里 碎碎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她是回来晚了 不止那次 我想起和她结婚以后的很多次 她好像总是迟到我 各种重要的场合 父母葬礼是这样 我参加比赛是这样 流产是这样 曾经我以为我们相敬如宾的那几年 也算是勉强合格夫妻 只要不要过多期盼 我也有自己的舞蹈事业 我们各自给对方信任和自由的空间 也可以好好过一辈子 但是 我没想到 父母去世后 好像一切都变了 她频频出国 把我留在国内 我失去双亲 打算放下舞蹈事业 和她拥有一个孩子 计划成为一个母亲的那天 她那晚抱着我有些魂不守舍 后来我才知道 她在国外遇到了 她多年未见的初恋沉静师 其实早在得知 她和初恋相见的那一天 我就后悔了 我不该在失去双亲无依无靠的脆弱中 做出怀孕的打算 所以我重新投入舞蹈事业中 让苏胜给我接了不少舞台合作 苏胜自父母离世后 一直护在我身边 对我有理有据 可沈玉开始对她的存在 越来越介意 她和我大吵一架后 又出了国 直到我流产后才回来 现在想想 我当初自以为是 她是因为吃醋才出国 我还真是不自量力 把她想得太好 把曾经的她 太当回事 十五天后 一场艺人选秀节目里 我作为宋芝璋女士 唯一指定的舞蹈导师 坐在评委席上 一场以寻找民间最美舞者的选秀节目 我们财大气粗的沈玉沈大老板 作为最大的赞助商 竟然也在评委席上落得一席智位 当看到舞台上的陈静师时 我再无半点认真观看的兴趣 因为我手里突然收到一张暗箱操作的小纸条 让陈静师晋级 成为冠军 这是我一手策划的选秀节目 哪里轮得到资本家来这里胡作非为 我直接暂停了陈静师的表演 我看着旁边一脸阴沉的沈玉 我说 沈玉 这个舞台 有我没他 我将小纸条攻之于众 场馆内 顿时喧哗一片 曾经沈玉和陈静师的脑残粉 纷纷倒戈相向 有人受不了自己磕的清纯CP 这么会耍全是心机 气得往台上扔瓶子 陈静师下的脸色苍白 无处躲避 哭泣着嗓子对我装无辜 将矛头转移到我的身上 梁岁 你不能因为嫉妒我和沈玉的关系 就污蔑我吧 私人恩怨 不要带到舞台上 我家有残疾的弟弟要养 一家人的死活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你不能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我冷冷看着陈静师的表演 沈玉好像对那张纸条毫不知情 听了陈静师的话 也一直质疑看着我 我握紧拳头 不能让他的轨迹得逞 我从容辩驳 陈静师 你装什么装 我已经掉了监控 孰是孰非 我们等着瞧 而我刚一划落 满场一片尖叫 我身边的沈玉 从我身边匆匆跑过 跑得太急 将我撞倒在了地上 等我迎着他身影 看清发生了什么时 陈静师已经被他紧紧抱在怀里 头上流血不止 陈静师晕倒在了舞台上 虽然我不知道 他怎么就突然倒了 还正巧脑袋 砸在舞台上的一根钉子上 现在 网络舆论一下子压在了我的身上 有人曝光了我和陈静师 沈玉三人的关系 说我是破坏他们感情的第三者 说我极恶如仇 在舞台上动手脚 报复陈静师 没想到梁岁看着一副 与世无争的样子 竟然能耍出这么阴暗的手段 一定是他故意传的小纸条 然后诬陷陈静师 又在舞台上放钉子 害他性命 这女人也太可怕了吧 太难以想象了 你们说说他 一个小小的舞者 拿到这么大的选秀项目 精心策划这一出 不知道背后谋划了多久 听说陈静师进了ICU抢救 沈玉一刻不停守在手术室外 而我被警察带去了警局调查 最后警察找不到任何证据 又将我释放 苏胜一脸阴翼 等在警局外 看到我出来 将我一下抱进了怀里 没事吧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梁岁 别怕 事情真相 我会调查清楚的 苏胜紧紧抱着我 言语恐慌 他从没这样对我愉悦过边界 我知道 他是以为我怕进警局 当初父母公司危机 我是真的怕父母判刑 对这个地方有阴影 可是 我没有错 我现在为什么要怕 我朝他摇摇头 我说 苏胜 我不怕 我拉着他的手 在警局熬了一夜 我感觉自己终于找到家人的依靠 我说 我没那么脆弱 陈静师也一定没那么不要命 他要陷害我 那么别怪我狠心 最后进警局的一定是他 沈玉一直守在陈静师的手术室外 有媒体拍到他一个人站在手术室门口 嘴里痛苦呢喃 反复摩擦着手里的一枚银色戒指 有人曝光 说那是他和他的定情信物 他对他是经历过生死 念念不忘的真爱 那枚戒指 我知道 二十岁时 舞团参演一个活动 我们团里每一个人手里 都定制了一枚银戒 我的那枚 在后来一场车祸里 意外一失 二十岁那年 我记得那天 被陈静师陷害 跳舞时 脚刺入一块尖锐的小石头 骨折了 回程的路上 我们与一辆货车险擦而过 车子抛锚在半路上 那辆大货车 在越过我们后 追尾了前面的一辆轿车 叫车里是沈玉 我不顾脚下的疼痛 不顾自身安危 孤身一人将沈玉拖出了车外 那辆车在几分钟后 起火燃烧 发生了爆炸 我带着后怕 一直叫着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 他那天有没有认出我 他只虚弱睁开眼 握住了我的手 那一天到最后 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 我也被苏胜街上 带去了骨科医院看脚 再后来 就是我养好脚伤回舞蹈团的事了 听说 陈静诗成为了沈玉的女朋友 那天是他送他去医院的 他每天陪在他病床前 两人健身情愫 从警局回来后 苏胜一直陪我在家里 那天 他出门买菜时 沈玉拖着不修蝙蝠的一身 从医院跑到了我家里 梁岁 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哪里伤害了你 你要绕这么大的圈子来害他 你是不是在怪我因为他 没及时赶回来看你和孩子 孩子没保住 你把你的怨气撒我身上就好了 你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啊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是要负刑事责任 要进监狱的 沈玉摇晃着我的肩膀 没有丝毫犹豫 质问我对他初恋女友的狠心 我想他可真是爱惨了他 我流产那天 他对他的亲生孩子 都没有这样伤心欲绝过 我甩开他的手 我让他滚出我的家 我说 沈玉 那样下三滥的手段 我不屑对你们做 因为 你和他 根本就不配 我将家里放了很久的离婚协议 重新递给他 离婚 不能再拖了 再和他纠缠下去 我真怕我会做不计后果的事 沈玉看着我 眼底通红 他捏着鞋翼一脚 低笑自嘲 梁岁 你要离婚 你说你费这么大的心思干什么呢 非要弄得两败俱伤 你才痛快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在为初恋打抱不平 我看着他小拇指的那枚银戒 不想和他做任何的辩解 他就那样站在门口 和我僵持着 不签字 他的电话在这时响起 来自沉静诗 我听到他声音虚弱到不真实 沈玉 我很难受 你在哪里 来看看我好不好 不要离开我 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然后就是电话突然挂断的声音 沈玉眼底一阵惊慌 他人都往外走了 看了看离婚协议 却又折回来 摇摆不定 我指着他手里的协议 我说你一定要去看他 就签了离婚协议再走 沈玉只顾着拨打手里的电话 电话被护士接通 说是情况紧急 又去抢救去了 他整个人都慌了起来 他的手下意识抚摸着尾戒 手都是抖的 看来是真为他担心啊 我眼底阴暗 递给他笔 冰冷开口 快签吧 去晚了 可能都见不到他最后一面了 沈玉听了我的话 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他接过笔 果断快速签过自己的名字 我看着他因为心慌歪歪扭扭的笔迹 无声笑了 早知他这样就会答应离婚 我前几个月为了离婚 又是找律师 又是多方咨询 这是浪费什么时间呢 梁岁 你说说你这么一离婚 闹得什么事啊 周围人都在看我们沈家的笑话 我就早说了 你要趁早生个孩子 才能保住你的地位 现在好了 还是被那个心机女霸占了 你呀 以后可别后悔 听说沈静诗 已经被沈玉接回了家休养 王叔向来不喜欢沈静诗 在家里生了闷气 找到我发泄情绪 王叔说 当初沈静诗拿着他 给的五百万 出国深造 和沈玉分了手 这样的女人进了沈家 简直是家门不幸 但显然 沈玉接他回沈家 早已不再怪他当年的分手 当年他车祸 沈静诗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 那份感情 抵过任何人在他心里的位置 我没理会王叔话里对我的惋惜 我直接开门谢客 最近我因为沈静诗的事 一直被黑粉攻击 名誉受损 风平被害 在网上 我已经成了杀人未遂的杀人犯 如果再解决不了这场闹剧 我的舞蹈事业 就别想混下 我有找过沈玉配合解决 他冰冷几句话 打发了我 良岁 我们都不追究你的责任了 你还揪着这件事干什么 当初不是你逼着我签字 要永远离开我的吗 你现在后悔了吗 好啊 岁岁 你向我低低头 我就和你复婚 怎么样 那天 苏胜正好在我身边 他听到沈玉的话 冷着一张脸 匆匆离开了公司 我以为他是去找沈玉打架了 但是 三天后 他突然带回来一个消息 我带着警察 走进了沈家 短短半月不见 沈静师倒是胖了不少 他一脸闲情异智 听着音乐 已靠在沙发上 地上是他打翻的中药汤 王叔指着他牙咧嘴地骂 你不喝 怎么给我们沈家生儿子 我告诉你 三个月之内 怀不上孕 就给我滚出沈家 然后沈静师在王叔的压制下 不情不愿又抱着中药 喝了干净 此情此景 多么熟悉 可沈静师看着我的到来 还甚是摆足了姿态 得意地朝我显摆着他 如今的一切 梁岁 我说过 属于我的 我会抢回来 你永远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站在门口 没搭理他一句 他可能还认清 不到现状 我怎么可能闲到 专门来给他看笑话呢 他这样的人 坏事做尽 早该遭受报应了 我打开门 让警察进来 沈静师 你还记得你那个瞎眼的弟弟吗 当你拿着五百万 在国外 享尽荣华富贵时 你把你弟弟扔在街角 被乱车压死 你有一天忏悔过吗 沈静师进了监狱 我和苏盛 在调查他的过程里 没曾想 会查出他当年忍心残害手足的恶行 真是太恶毒了 这女人 怎么不赶快下地狱 你们还记得 她每次舞台上 都要提自己的弟弟吗 拿死人博取流量 还是自己亲手杀死的亲弟弟 太恐怖了这女人 我们碎碎女神真是冤枉了 被这样心狠手辣的女人缠上 差点前途不保 你们说沈玉能爱上那样恶毒的女人 一张床上睡不出两种人 沈玉会不会是帮凶啊 不行 我不允许这样的奸商存在我的世界里 举报 投诉 从今以后 我不会购买任何沈氏集团的产品 一夜之间 陈静师和沈玉 至于热搜 被疯狂网报 沈氏集团股价暴跌 面临着几十年未见的重创 曾经她投入多少钱买她和陈静师的流量 如今 那些流量 就有多百倍千倍的回馈于她 让她受尽流量反噬 碎碎 你真的很狠心 你就这样 眼睁睁看着我一错再错下去 你到底真的爱过我吗 你到底有没有心啊 让我这样痛下去 沈玉拿着那没刻着麦穗的银戒指找到我 她终于发现 当年冒着生命危险 把她拖出车外的人 是我 可是 有那么重要吗 我以前跟她说过这件事 她是怎么回答的 她说 梁碎 你不用编造这样的谎言 让我爱上你 我娶了你 自会认真待你的 她说她车祸后睁开眼 第一眼见到的是沈静师 她说 她爱的是那个守在她身边 对她无微不至的她 她捧着那枚戒指 对她念念不忘了那么多年 所以 纵使后来我知道 那枚戒指原来是我的 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我看着面前眼底湿润 满脸无措的沈玉 我说 是的 我就想看你错 看你痛 流产那天 我看到你手上的这枚戒指 我知道是我的 但我觉得多讽刺啊 我爱的人 原来一直抱着颗戒指 爱得那么荒唐 我恨不得我没救过你 沈玉整个人都垮了 她伸出手 想来抱我 我转身离开 她用哽咽的声音 叫着我 可是 我一直爱的是你呀 碎碎 这枚戒指 我生怕着了灰 划了痕 我那么爱你 那么爱你 我听得心里放恶心 走过去 抢过她手里的戒指 扔进了臭水沟 我转头朝她冷漠一笑 撕碎她的故作深情 我说 一枚破戒指而已 你的爱连十块钱都不到 就留在臭水沟里 腐蚀烂掉吧 别再拿我的东西 恶心我 我早就不要了 我不再停留 转身离开 身后传来落水的声音 路人捂着口鼻走过 对她指指点点 臭死了 什么宝贵的东西 值得她那样找啊 则不就是一枚普通戒指吗 送给我都不要 这个人长得一本正经的 怎么感觉脑子有点问题呢 对着没戒指 又亲又哭的 是不是因为情伤伤了脑子 我听着背后的压抑哭声 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我走进人群里 将属于她的一切 归于人海 我想 从此 我会远离她的一切 从此 我会在自己繁花似锦的人生里 彻底遗忘她 重新开始 五年后 国际舞蹈特金奖颁奖典礼 我等在后台 梳妆打扮 迎接着自己舞蹈事业的辉煌时刻 裙子是苏胜半年前就花重金定制的 金丝细细嵌入纱裙 闪着细光 华丽而不庸俗 清新而贵重 淡淡的粉 长长的裙尾 将我的身材称得曼妙鲜长 后背是暗扣 我一个人扣不上 我扯着嗓子 对着门外喊 老公 进来帮我一下 身后温热滚烫 他的手指 带着颤 一点一点从尾锥骨 移到我背上 扣子 扣上 我转身 大笑 果然 苏胜满脸通红 又红成了红屁股 结婚三年了 这人怎么还是这么纯情 不经聊 我点起脚尖 没忍住逗他 凑过去吻在他嘴角 几秒之后 预想而到的一个深呼吸 他拿回主动拳 细细密密裹住我 半小时后 在掌声雷动中 我走上自己的颁奖里 聚光灯打在我身上 我高高举起手里的奖杯 找到台下的人 苏胜抱着怀里一岁的女儿 和我兴奋挥手打着招呼 场馆里巨大的LED显示屏 将我们一家三口的幸福笑容 定格成像 我看着台下的他 激动地红了眼眶 我想起这么多年 那个一直默默无闻守护在我身边的人 他永远都行动大于言语 他懂我 护我 疼我 爱我 不让我受一点委屈 我举起手里的话筒 看着他 没忍住喉咙的哽咽 我想 纵使语言单薄 但那一刻 我还是想向他大声告白 我说 年轻的时候 我们总以为那些热烈的 遥远的 触不可及的 就是爱情 我也曾追着一个不属于我的身影 满身伤痕 一路跌撞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段经历 让我成为一个冷漠孤寂的人 苏盛的爱是他站在那里 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看着台下的苏盛 我已经满眼泪痕 我发现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这样哭过了 但我却觉得很开心 很幸福 我看到他眼里同样闪过的湿润 我朝他缓缓走下舞台 在他朝我伸出手时 我急步走过去 稳稳被他接近怀里 我说 苏盛 我的老公 感谢有你一直在我身边 我会一天比一天地更爱你 晚安 我家人还在我身边 搅拌 我又能试试